万历皇帝二十年不离朝政 庞大的大明王朝怎样得以运转 万历皇帝戴政二十年 表面兴盛的大明王朝 又有多少危机在四处蔓延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人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 在线明王清兴六十年之朝政危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家我们看到唐庞万历皇帝 创造了故里托政长达二十年的王朝经 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此时此刻的大明王朝 依然仿佛是一艘庞大的巨龙 庞存在历史的强势 但是身为掌舵人的万历史上 却并没有意识到 他已经行驶在了一片波涛兴云之间 不如后 后期罗卡丁灭亡大明的疾风众 正在从辽东的土地上呼啸而来 而大明王朝 这艘自身已经破旧的巨 也是危机死亡 当时庞大的大明王朝将驶向何方 在他原来 所悄悄蔓延的飞机又是什么 昏昏欲睡的掌舵人万历皇 面对即将到来的黄蜂罐 他究竟又会怎样应变 生长在万历土的圆虫馆 在大明江山的风众中 他的命运又是怎样的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重年 将为我们再现危机四湖中的大明王朝 再现明王清兴六十年之朝政危机 大家好 上一讲我讲了万历代政 就是万历皇帝不娇不妙 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今天主要讲万历皇帝代政的后果 及其深远影响 分作三个题目 一 中书瘫痪 二 财政枯竭 三 编物废齿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 一 中书瘫痪 中书瘫痪我想分三个方面 一方面是上下解体 第二方面肯定的后果 第三方面是当政极竭 第三方面是党征激烈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上下结起 万历皇帝他是最初出的 就是不朝不见不批 长时间这样子 就使得朝政瘫痪 出现了朝政危机 我们知道明朝的中央政府 主要有宰府 六部尚书和督察院 督察室 督察室 那万历皇帝代政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到万历四十年的时候 就是一六一二年的时候 朝廷是个什么情况 局面非常之严重 宰府只剩下一个人 这个大学士啊 首相没法工作 奏章上去一部批给你扣 那六部尚书跟他请示问题 他没法批呀 这位大学士首府没有办法了 在家里头啊 称病也不出来 三个月闭门不出 这是首府 那有六个上书 就是历部里兵心部 这个六个部里上书 历部 没有上书 那官员的任兵就一律停摆 那官员的任免就一律停摆 礼部没有上书 反正他也不骄不妙 可是还有考试啊 科学考试会里不管 兵部没有上书 当时和辽东是个战争状态啊 兵部没有上书怎么办呢 公部没有上书 公部负责枪线呀 器械呀这些 没有 刑部也没有上书 那这六个部 只有一个部有上书 就是户部 户部用他要管钱呢 宗室 官员 要发路发乡 所以六个部啊 只有一个部有上书 那督察院呢 督察院 督御史叫温纯 他去职之后 八年 八年 独察院没有正官 就没有正义 这就出现这个情况了 刑部没有正官 这个案子就没法决断 这个案子就没法决断了 积压了很多的犯人 不能决案 犯人 特别是他的家属 长期的案子 刑部的处理 群起 集中在昌安门 位置就相当于现在北京劳动文化棍的门前 那是东长安门 和北京中山公园门前附近长安建设门叫西长安门 在亚人院的家属 集中到长安门 这些人 枯复 称何体统 这个时候 发生了撒尔湖大战 明军杨浩 统帅 四路大军 号称 四七万 进攻 后军的都城鹤寡 结果是四路出兵 三路大败 一路舵坊而逃 全军溃败 山海关告警 惊失 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 赵焕率领群臣 到文华门外 跪着 请皇帝 接见群臣 共商军国大事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皇帝不理 最后派这个太监出来 说你们去吧 退下 这么一个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赵焕就很气愤 又写了一个奏书 奏上去 他这个奏书 明史赵焕传 做了记载 说 他日 祭门蹂躏 敌人叩昏 陛下 能高枕升功 称极 谢阙之呼 说你今天可以不接见群学 不商量 军国大事 那么第一兵 达到北京了 达到北京城下了 你和第一兵 统下说 说我有病 你们都退了吧 可以吗 这个话后来转到万历皇帝上 他就很不高兴 万历四十七年 当年 召唤七十八岁 炼气 带病 就死了 万历皇帝 由于对他 贤恨在心 没有给他任何 所以有一句话 奴婢 以四喜怒 威胁 师友 以归过失 威胁 万历皇帝 他喜欢奴才 对他歌功 宋德 阿谀奉引 不喜欢 忠臣 苦口婆心 对他良言归劝 久而久之 奸命小人 就 围在他身边 特别是宦官 万历皇帝 只知道 忠延逆耳 但却不知道 忠延逆耳 立于心 党朝以后 仗义直言的忠臣 在万历皇帝的 一次次停战中 黯然离去的时候 大明皇朝的太阳 就已经在 悄然的嬉险 而在黑暗道的 中国历史上 一支奇特的势力 旺官计划 又此登场 第二 宦官 宿命 万历皇帝 接住不到大臣 不上朝 见不着大臣 不接见 见不着大臣 往上的奏章 不批 也听不到大臣的声音 那他身边 就是太监 明朝朱元璋的时候 有一个规定 在宫前有个铁牌 太监不得干预 遇着斩 永乐皇帝 他发动静难之意 一些太监 对永乐皇帝来说 是立了宫 永乐开始就重用 明朝宦官之祸 永乐为始 虽然永乐有所作为 有所贡献 但是他重用宦官 给明朝后来造成很大的祸害 到了后来宦官越来越专权 万历的时候就很严重 特别是他派了很多的矿间 序街 出去横行霸道 这个底下我还说到 因为大臣不能跟皇帝直接沟通 升迁也没有一定的制度 制度有 制度有也混乱 所以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 就是大明征 日流 先是 顾献成 在东林 开个书院 很多人参加 很多人参加听讲席 后来就形成东林党 于是又出了 折党 除党 齐党 等等 朝廷里面是党派林立 互相倾压 彼此水火 扰乱是非 明朝东北的一些重要的大院 雄廷弼 孙称忠 袁崇焕 等等 他们的升迁 降措 荣卢 甚至于船手九边 都跟党争 有直接关系 以后我们都还要提到 上面 从朝廷上下解体 宦官肆虐 党争 日烈 可以看出来 万历朝后期 特别是最后二十年 可以说是中书瘫痪 朝政危机 这是第一个方面 万历皇帝戴政二十年 但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时间 大明王朝的政治中书 虽然已经是无言掌心 但王朝的经济运脉 似乎依然在维持 似乎一派科武升级的阶段 只是不知在这样的表象之下 是否也暗藏着危机 二 财政 枯竟 明朝万历中后期 财政情况非常严重 第一 军费好 三大争 凭博败之乱 花费 银二百万两 元朝抗卧 花费银七百万两 平定 杨应龙之乱 花费银三百万两 总数 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两 虽然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 但是加重国库的负担 困难 第二 宗路 陈庄 宗室明朝 朱家的宗室 皇族 据明史 石货志记载 有一个大臣叫林润 他分析了宗路的情况 和严重的局面 他说 天下集中到京师 北京的两米 一年是四百万弹 而诸府的公路 是八百三十万弹 缺一半 以山西为例 山西 留存的两米 是一百五十二万弹 东路米的支出 是三百一十二万弹 那以河南为例 河南存留的米 是八十四点三万弹 而中路的米 是一百九十二万弹 于是出现了严重的情况 就是全国粮食的收入 养不起 中路他们所需要的 第三 家派富翔 钱粮不够 家派富翔收 万利的时候 加富 白银五百二十万两 不够 后来到冲箱的时候又加 加辽享九百万两 又加辽享三百三十万两 还加炼享七百三十万两 我算炼享 这个总数是两千四百八十万两 钱从哪出啊 从百姓身上出 这样做不就是节则而鱼吗 不就是逼民造法吗 后来东北的辽市 西北的民变 万利这个时候 已经埋下了祸根 钱还不够花 怎么办呢 第四 睡间 横行 当时的钱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户部国库的钱 一部分是 那一趟 就是皇帝自己的金库 万利要拼命收刮钱 来充斥他自己这个金库 怎么收刮 派矿监 税监 盐监 诸监 全国去收刮 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呢 叫陈凤 这是个太监 派他到湖北去 宁史陈凤传 记载说 编持官吏 飘略行旅 伤民恨 刺 伤民对他恨着刺 前面 陈凤走 后面 数以千计的人 围着他 以免扔砖头石块 以免鼓骚呐喊 他吓得就跑到这个楚王的王府里头 这些人就一定要抓住这个陈凤来报仇 但是官府保护他 结果呢 这老百姓就抓了他16个党徒 投到江里头 淹死了 表达这个奉恨之情 再举一个例子 马唐 到天津的水间 马唐到天津之后 又是胡作非为 百姓九千多人 为主 奉回他的这个 亚蜀 甚至于巴士 表达对这个税间的这种 不满的情绪 有一次万里皇帝得病 病得比较厉害 把这个大学士 沈医贯 招到他这个病榻前 跟他说 说我病很重 加儿加父 嘱托给你了 原来的税间矿间 是不得已 我不在之后 你下令 取消 税间矿间都召回 说完了之后 沈医贯就哭 后非 其他旁边人一哭 这样沈医贯就退到巢房 跟其他的几个大员也都在那守候 就赶紧地起草 赵书 把税间矿间都找回 都起草好了 还没有发出的时候 第二天呢 万里皇帝又缓过来了 他就告诉太监 说赶紧地找 沈医贯 把我那个御址追回 太监就到沈医贯那儿去了 这几个大员不写 他说不能教啊 天子无戏 你已经说了 咱们就发呀 沈医贯那儿会犹豫着想 来追缴圣域的这个宦官 前后有二十人 一拨一拨来追呀 宦官跪地磕头啊 要求把这圣旨交回去呀 头都磕破流血了 说你要不给我 我回去就死 活不了了 其中万里身边有个宦官就说 说既然你已经说了 就不要收回了 万里发怒 要把这个宦官给杀了 在这种情况 沈医贯把这个圣域交回去 税间矿间盐盐都没有车 所以是税间矿捐之货 明史记载 与万里向中 大明王朝的基础 已经潜藏了太多的威胁 但此时更让我们担心 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之下 王朝的东北边境 即将面临奥金努尔哈市 巴提军队的强大防战 这里的情况 又是如何的问题 现在讲三 编语赴 万里朝 长期待正 朝政危机 中枢瘫痪 户部结桌 在东北的边户上 现有尾处 具体说 第一 边疆大力 备受车肘 朝廷里头 你党派林立 那派人派出去的 是东林党的 是哲党 是民党 是齐党的人 朝廷里头党争请押 这一派下台了 那你前头派的大员 也跟着撤回 另一党上去了 我又派我的人 到东北去 当巡抚 当经略 我这一党又下台了 把人再撤回 所以东北 当时叫辽东 所以辽东 经略都师 巡抚 等等大员 他们的任免 升迁 荣卢 生死 都直接受朝廷 的影响 所以明朝 边是的胜败 直接吸引朝廷 第二 宦官监军 自古未有 宦官 小时候 自宫之后 在皇宫里头 很多宦官 不读经书 不懂军事 不懂地理 不懂历史 派这样一个太监 到辽东去当监军 精略 巡抚 总兵 都听太监 那不是瞎指挥吗 打了胜仗功劳 都是他们的 妙摩 运出帷幄 吃了败仗 全是你 精略 巡抚 总兵 功劳是我的 太监的 问题 都有你承担 明朝后来 辽东军事 失败的 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太监 监军 堂堂堂的 总兵 堂堂的 巡抚 居然 受制于 这么一个 御马间的 一个太监 第三 欠发军行 官兵 划定 军降 不按事发 兵是到个什么程度了呢 没有饭吃 有的士兵 把麻卖了 换着粮食吃 有的士兵 把 熬 裤子 卖了 换着粮食吃 有的士兵 你不能饿死的 抢老百姓 粮食吃 管火药库的 官兵 把火药 撕了 卖出去了 卖给建州 卖给 军洛哈尺 换点钱 买粮食吃 没有武器 弓 那个剑 没有鞋 那个枪 没有那个足 在辽阳 当时辽动的行政中心 在辽阳 阅兵场阅兵 检阅三万官兵 有两万人 头戴个毡帽 穿了个破长衫 没有武器 拿个棍子 骑兵 很多的骑兵 把战马卖了 或者把战马 给下方治死了 打仗的时候 我没马呀 就可以逃脱 不到前线打仗 那些士兵 我不能饿死 就跑 叫做人人要逃 营营要逃 民 老百姓 老百姓 是有的整分整分逃 逃到哪儿了 逃到建州 就逃到乌哈治 到那儿不拿税 有地可以耕 再举一个例子 民军 民军打萨尔虎之战之前 在掩兵场上 掩兵 官兵骑着马 就绕圈跑 拿了那个枪 马那么一阵一抖了 那个枪头掉了 霸是朽的 朽木 要杀牛计刀 计骑 大将拿那刀杀牛 刀是袖子 捅了三刀没捅进去 这个刀怎么打仗 后军 诺哈赤军队的兵器 有亏有假 历史记载 盔甲先鸣 如三冬冰雪 我上面举着例子 就可以看出 明朝 万历后期 辽东 边无碎尺 在万历皇帝 把一个曾经是 无比强大的东方帝国 折腾着虚弱无比的水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世界 看看外面的世界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 昔日 威名远洋的大明王朝 在此时的世界上 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 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西方有些历史学家 把中国的近代史 画到1601年 就是万历29年 就大体上 从万历代任以后 西方一些学者 就用中国近代开始了 这是他们的观点 中国近代开始 是个什么局面 就是我上面讲的 万历代政 朝政危机 这个局面 西方是个什么样子 先说俄国 俄国沙皇 已翻四世 19岁 召开 首届俄罗斯 全国会 并且 向西伯利亚扩张 西伯利亚 就是黑龙江一北 外星岸领域呢 当时属于名 诺尔甘读斯 和俄国并不接壤 后来俄国不断地东扩 扩到黑龙江流域 所以后来才出现了 康熙皇帝的 亚克萨自卫反击战 根子 就是万历 这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再说英国 英国 成立 东印度公司 在北美 建立殖民地 并且召开国会 讨论重大 政务问题 再说法国 法国在加拿大 建立 魁北克城 建立殖民地 法国 召开 议会 讨讨论重大 社会问题 在国内 东北建州 女政的首领 诺尔甘诺 西大亨告经 创建八旗 建立后印 朝气蓬勃 奋发金曲 向明朝辽东挑战 这个我说是万历皇帝 还在那带政 还在那 不骄不妙 不朝不见 不批不讲 花天酒地 执迷金罪 过着这种 罪生猛死生活 知国家 民族 与民众 与不顾 所以说 明朝之王 不亡以充真 而亡以外 这个时候的明朝 上大海航行中的一艘巨轮 轮体已经裂了缝了 正在歪歪斜斜的下沉 明朝有些官员 已经看到 这种 严重的局面 说大学士首辅 叶相高 叶相高 满洲 满洲辽东 兴起 万历的时候 曾经派 李承梁首辽 所以下一讲 我就要讲 李承梁首辽 万历初女 大明辽东 总兵 李承梁 面对女真 女蒙古的威胁 竟然成功 镇守辽东 长达22年 他究竟 有着怎样的谋略 大明王朝 面对女真 女蒙古 一次次 危险的突袭 究竟又建立了 怎样的防御体系 北京社会科学院 研究院 北京满学会 会长 严重年 在现 明王清兴 六十年之 成梁首辽